我叫孙琪 在哈尔滨工作 你是否跟弘历说过 你与娟子之间 只剩下了清新而没有爱情 错过 因为 因为当时在市里工作 弘历一直对我特别照顾 我承认我对他有个好感 我感觉到他喜欢我 所以你说这句话的意图是什么 你没有什么目的 只是想说表达 那时的心情那时的意思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跟娟子之间真的只剩下清新了 而没有爱情了是吗 就是这样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的 你会选择我的对不对 你那么喜欢我 咱们两个在这块那么开心 你干嘛 你放开手 你弄我投我了你知不知道 这有没有男朋友 我就是没有素质 他已经不爱你了 他在对你只有亲情 你还不明白吗 是这样吗 你告诉我 是不是我们之前只有亲情了 没有爱情 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子 你说 你别逼人 让自己选择好行吗 好了 你这样逼人有用吗 别吵了 别吵了 我知道你现在挺难过的 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 别再好好说行吗 你别哭了 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现在很难过 但是现在你们只有亲情了 你以后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好吗 你给我什么 你给我什么 你说我倒是很想听 你能给我什么 你放手吧 为什么你要给我什么 我为什么要放手 我可以帮他给你的 给我什么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他怎么就不爱我了 你说话呀 你别逼他 真的只有亲情没有爱情了吗 你哭有用吗 你哭有用吗 你哭 来别伤心 我也给你一点 要吗 擦擦你的眼泪吧 我要是你 我就不哭 人家都给你擦眼泪了 有什么好哭的 这气势不已经在我们这边 好 接下来 我想把红利刚才问 娟子的几个问题 来问孙琪 孙琪你听好了 你是娟子 我是红利 我来问几个问题 你娟子有什么 我有城市户口 你有吗 请回答 我有孙琪 好 我有显赫的家事 我能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娟子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你凭什么跟我争孙琪啊 我有孙琪 好 你看我们俩在一起能比吗 你看我的身段 再看看你的身段 他要的并不是这些 原来你是还是比较了解娟子的 但你干嘛要去跟别人看电影 干什么 那段时间 红利对我特别照顾 她是一个好姑娘 因为那段时间工作落差 我尽尽对她有了好感 我也 刻着不住当时自己的那种想法 就陪她去看电影 逛街 金金的 产生了一种喜欢 你有没有过动摇 是因为 红利的家事 这倒没有 因为我喜欢的是 红利的为人 她的性格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 告诉他们我的选择 好 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 你就把你真实的选择和话语告诉他们 好 接下来是他们三个人的告白时间 孙琪 你今天来 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知道我身上有挺多不好的地方 我爱耍小孩子脾气 你知道的 我是嘴硬心软的那一种 我就是再不好 我也真的就是我太喜欢你了 我是因为喜欢你 我才这样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拉我 怎么说我 我知道 我都懂你 你只是 少了一个机会 你那么有上进心 如果咱们俩在一起 我不是因为我的这些 而让你选择我的 我就真的是可以帮到你的 帮到以后我们一起努力不可以吗 我不是因为物质才留住你的 你别拒绝我好吗 我知道 你觉得 居然对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不忍心伤害他 你想想我咱们俩在一块那么开心的 别拒绝我好吗 我不让你来 为什么还要来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们之间的感情重要 还是你的事业重要 我为什么把我的名额让到市里 让你去市里 因为我真的很信任你 我很在乎你 因为我知道你是我那个能依靠住的人 难道我爸明额让你让你到市里去跟别的女孩子逛街去吃饭吗 去看电影做那些事吗 哪个女孩子愿意 没有人我愿意的 你觉得你这样做你带得起我吗 你带得起我吗 你觉得你是人吗 那我说你母亲是命了 我爸所有的机器都拿就都给你 我兜里只剩两百块 两百块是生过了一个月 你知道我怎么过呢 我早上连你弄早上都没事的吃 你知道吗 后来听说你要回来了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过得这么苦 我出去买鱼药买肉啊什么的 我在家里做饭 就是等着你回来 后来你回来 你瞧了一瞬间 我现在不想先把自己的手吸破了 后来你回来了 你看到 你好心疼 你帮着我 因为你知道 你说了 你知道我用血的 我还怕血 你说了 我就是你养的那个女孩 你靠一辈子走下去的那个人 你还记得吗 你说去了这里 你以后你好好努力帮我也接过去 不能活在身边 可是 怎么样了 你说你努力好了好 咱们就结婚了 为什么会变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是一切都变成这样 你完美了 难道 你就喜欢有钱的是吗 你完美了 能不能不说了 你给我闭嘴 你没有资格 我们之前经历的芳芳芸 难道你真的都忘了吗 我是怎么对你的 我给你洗衣服 我给你做饭 所有的东西 难道你就只喜欢有钱了是吗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是不让你来吗 你为什么要来 我说话呀 你为什么要来 你是不是来选择她的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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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呀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说 笑了 别哭了 你是不是打扫扫的 你告诉我 我说 我要再抱歉 你也未能给我 恶恨的 眼泪 就让我心碎 就算伤悲 也曾快乐 对哭对 请不要再对我 说一声说你 感情没有错 对谁才得到结尾 你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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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带她走的话可以 但你听我说 你来这又带她走是不是 你听我说完话好吗 啊 啊 我在市里这段时间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不是让我今天不要来 但我还是来了 啊 我谢谢你曾经帮助我的一切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可能现在我的 我的母亲 一直躺在病床上 没有人照顾 我 我谢谢你把机会 让给我来到了市里 是不是想她说的 我们直接只有爱 清醒了没有爱情了 是不是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你相信我我还是爱着你的 我谢谢你曾经对我帮助的所有的一切 我答应过你 我答应过你一定要给你想要的生活 来到市里以后我会努力工作努力去拼搏 你相信我好吗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请你原谅 我想告诉你 你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别哭了 真正命 我 罗绿 对不起 我不听你的对不起 我想告诉你 你是这样对的请问吗 我今天来 我肯求你的原谅 我还不是知道你喜欢我 我今天才来这儿的 你没想到我多丢脸呀 我告诉你 我谢谢你在这里 对我所有的一切 对我的照顾 陪你看电影逛街 我承认我对你有点好感 我喜欢过你 但是 我对你的只有同事的感情 我可能当时因为 刚来到这个城市 对这个城市太多的孵化的东西 我真的没有办法 是 那你就跟我一起吃饭逛街 看电影 你玩我呢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好吗 真的对不起 你是一个好女孩 你长得漂亮 身材好 家境好 你对人善良 你会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男人的 原谅我好吗 请不要再对我 说一声所谓 走下呢 回家 不要再抱着你 也会 能给我 别走 如果捐子始终还保持今天在舞台上的这种态势 我是不太看好孙琦和娟子 如果一个人 自诩为自己爱人天生的债权人 而整个爱情变成了还债 那要是还清了的那一天 那一定是老燕纷飞之时 世界上最可悲的爱情 就是感恩之后的一生相续 好委屈啊 我喜欢一个人有冲 没错 没错 先站过来 站过来 站中间来 要不是他 对我表现出那样喜欢 我也不会来这儿的 对呀 如果我要是不是觉得他喜欢我 我来这儿我该抢的 我多丢人呀 反正丢都丢了嘛 以后不丢就行了 你说人生在世 谁不会丢几次人呢 我也曾经丢过人 自信满满地往那一处 我是谁呀 我多牛啊 我该怎么样怎么样啊 当生活 给了你一巴掌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我真正算老几 我有几斤几两 我只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却不能把自己的个人价值 凌驾于别人之上 不尊重别人 下场就是这个样子